2D主要是最重要是把這兩個工具列 第一個工具要繪圖工具列 第二個叫修改工具列 這兩個工具列是2D繪圖裡面最重要兩個工具列 如果你可以把這兩個工具熟練的話 基本上你的2D的基本能力大概就有 七八十分有了 因為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功能 都是用這兩個工具列 這個工具列其實你可以拉出來 你愛放哪裡就放哪裡 那我的習慣是放這裡 那放的方法其實反正你們自己慢慢熟練 跟Office有點類似 你就點什麼虛線那一塊對不對 可以把它放進去 等到有虛線的地方放下去 它就會剛好放這裡了 這恐怕多練幾次就熟了 那如果說你實在不小心怎麼樣 把它關閉起來 可能關閉起來 對不對 那你當然 我剛有教過就是你重新再怎麼樣 再跑一下AutoKey典型 再做一次 也會出來 可是就是這條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你們也可以到什麼 檢視裡面有個什麼 工具列 你有沒有看到工具列 這邊也可以找到 也可以把它叫出來 在工具列裡面 它也會顯示說你有哪些工具列 隱藏在裡面 你希望把它叫出來的 這個是一個方法 我的習慣是因為這裡面蠻多工具的 或者是說我的習慣是直接在工具列上方按右鍵 有沒有工具列上方按右鍵之後有沒有 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有打勾的才是有出現的 沒打勾的都沒出現 所以AutoKey藏在裡面有很多的指令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按鈕就是一個指令 裡面的指令 就會藏在裡面 如果說你希望把 剛剛那兩個叫出來 怎麼叫 你就記得一個是什麼 修改 你就把修改給下去 修改出來 再按右鍵一下 還有一個什麼 繪圖 所以你就找到那個繪圖工具列 繪圖在哪裡 繪圖 應該是繪圖 好像舊版是叫繪圖繪圖繪圖 這邊叫繪圖工具列 那你就怎麼樣 再把它搬回去 放回去就好了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會用到 像3D裡面會用到的工具列又不一樣 3D裡面又會用到什麼 塑形 或者是這邊裡面還用到四圖四負 這個四負的話是我們出圖的時候會用到什麼視覺形式 這個是3D裡面會用到的比較多 或者像配置 陣列等等的這些功能 那一般如果沒有用到你就暫時不要叫它出來 最重要就是兩個工具列 一個是叫做繪圖 一個叫做修改 這兩個 其實我們主要 就是要做這兩個練習 再來就是說 練習完工具列之後 請各位 把 剛剛在 網路上的方琳的這個講義 你們因為目前現在我們 手邊沒有教材 所以 你們就把它打開來 那先 如果有隨身碟的同學 你就把這個檔案看 先把它摳回去 然後 可能的話先把它印出來 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會先把這些題目 稍微跟各位做個講解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 先來 看一下這邊的題目 比如說 像第一題 這個地方他有跟我們講一些尺寸 包含什麼呢 包含這個地方 假如你今天要畫出一個 這邊 到這邊 是什麼 這個叫什麼 實際 有沒有 七十的 一個圓 這個圓裡面呢 又有很多的 像這樣的一個形狀的 這個弧 那你要怎麼樣把 這個一些圖形 畫出來呢 或者是第二題 第三題 那其實呢 這些方 這些 這個圖 你要怎麼畫出來 實際上呢 就必須用 這兩個工具列 就可以完成了 就這兩個工具列 OK 那我想各位 先把那個工具列的部分 先熟悉一下 那並且 把那個講義也把它稍微開起來 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